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是非常有健康环保意识的一个社团 然后可以提供给台湾所有的老百姓安全的食物 我说你告诉我你们经验的几项目标 其实你会得到一个非常让你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答案 事实上我们称这个叫做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 那相对安全和绝对安全 在台湾里面我们在食药署或是这个卫生署 他们对这个药物食品都有非常完整的法律规范 指示 指示 说到我的土地 所有的农民 有没有善待这一代土地 然后因为我们消费者喜欢使用的菜呢 是一个上面是非常完美的 上面不能有有虫 有虫去咬过这个菜 所以妈妈妈的菜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而不是千仓百口 虫吃胜的 人吃 虫吃胜的 因为虫吃不死 所以人如果吃了虫吃胜的菜 应该也会相对安全 我也不说这个绝对安全这件事情 我今天要来这个 这边跟各位这个 分享这个饮食方面安全的时候 我突然间在冰箱里面看到一罐蜂蜜 然后我家的冰箱 这个蜂蜜大家有见过吗 这个蜂蜜在全世界算是非常有名的蜂蜜 然后它叫麦鲁卡蜂蜂蜜 然后呢 因为新加坡 新加坡的这个 叫做 农粮兽鱼 发现呢 这个蜂蜜里面含有一个活性药素 DSA 跟这个 甲鸡蜜蜜 所以呢 马上下令 所有的蜂蜜全部要下架 而且不得进口 不得蜀用 不得芳蜂 但是 我想它是新加坡 它是新加坡 那我们台湾好像对这一方面的执行不是那么的严格 为什么 因为 我先提起为什么 我对这个相对安全 或是这个土地的安全问题 我早在三十年前的时候 曾经非常激烈的参理了这个 台湾早期的这个 环保的抗争 那时候 我们是针对有一家叫做激力化工 激力化学工厂 它是重金属的歌舞堂 这样的一个工程 然后 我们当初非常努力的 让它能够结束在桃园设厂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然后 我们当时以为我们获胜了 当时 因为你让一个化工厂 一个重金属的这样的工厂 官场 是不是 就是我们要 我们的目的 然后我就胜利了 是不是这样子 好 但是 很不幸的 你不让我在桃园设厂 我就迁到布袋去 它在布袋继续污染环境 污染土地三十年 那这样子的种金属 种出来的稻米 它在桃园的时候所污染的这些 几十公顷的稻田 这些农民领了土土之后呢 它并没有真正按照当初的协定 休克 继续种稻子 这三十年来 这些白蚁就吃在各位的肚子里面 所以 我们在一个相对的不利的环境条件之下 我们只是食用这个土地所种出来的食物的一个消费者 那到布袋设厂之后呢 它污染了土地更多 那 我三十年后回想 这个三十年前的这场抗争 我想起来我是非常地失望 非常地默默 甚至于我想哭泣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场失败的 环境的一个躺着 因为你并没有让它就此消失了 然后相对的在这样子的土地上 被污染的土地所耕作出来的农作物 所有的承受者是谁 就是在座的哪一位朋友 就是我们自己 那 所以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说 如何用我们自己的消费能力去抵制呢 去抵制这些不好的农产品 我们刚刚一路上跟洪老师 从官商跟隆田到这个地方 我们路上就说了 这个满木苍蝎啊 这个山啊 从一块一块的被铲瓶 被挖掉 然后一直到南横的这些林道部落 都一块一块地被铲瓶 种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天 从里面调味料所谓的酱 那为了使用这个农药含量 如此高的这样子的酱 然后牺牲了我们的土地 牺牲了我们山林 那有没有法可以管 一定有 只是不管你 那 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 刚才讲到酱 是这样子的产物 所以 我们 我们如何抵制它 如何抵制它 那 那 刚好有朋友 他自己做的酱 那 我们就想说 如果他 当他收成的时候 那我们就跟他买 看他有多少的量可以分给我们 然后一次呢 就把它处理起来 然后可能放在冰箱里面 它是已经把它配成姜油 跟爆过这个油的姜片 就把它冷冻 存在这个冰箱里面 就是每天要使用的时候 就拿一点出来 这个如果用了一年 对不对 用了一年 明年他在收成的时候 我们再跟他有这个 夏天到了 要喝红豆汤 你就得找那个 不用杀草剂的红豆 而不是在卖场里面 或是在那个着肉店里面 用红豆 但是这个红豆也不容易找 我第一年 前年 发现有这样子 安全的红豆的时候 那我们只买到四斤 那去年呢 那我们跟他争取 他就用八斤 那这八斤的红豆 我们就要使用一年 因为他是安全的 然后 因为张招臭 跟莉莉姐 他邀約我到这边 来跟各位分享这些 其实我第一件事情 想到什么 吃 还有来这边 饮水 因为我只要 一出了家门 我就千头万绪 我不知道我吃 会在哪里吃 提供给我的食物 到底是什么 你给我的一瓶水 到底是什么样的水 它安全吗 这是我觉得 每天 哦不是 只要一出这个家门的时候 第一个 就会先 先考虑到这个问题 然后在座各位 应该都是出品在外 工作不出 是不是 然后 对于吃的 我希望说 有机会的话 你们可以 好好地为了自己的安全 跟自己的健康 好好地打官 然后一方面 因为你们 有了解了 什么样的食物是安全的 然后你会选择 这个 安全的食物 然后让这些 提供安全植物的 这个小农呢 他们更有机会呢 就是 种出安全的食品 来提供给所有的食药 而不是这些 冠井农法 使用大量农药的 这些农作物 那 谈到这边 各位对于吃的方面 或是对生活理事方面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可以在那边提出来 我有一个问题吗 像我昨天来 有问问在地的廖老师 我昨天来这边 就吃喝水嘛 那他们就有水龙头 对不对 然后 然后呢 就其实我都有在一个 是自己的那个 那自己的那个 那我就问 刘老师刘教授 我问那个刘景 刘老师有 就想吃 可就想吃 还有有一次教授 我说去到北塞里 他说可以 所以我就很安心的 就装了一罐水 在那边子那边 我就把闹到喝喝 后来我就有一点 有点心痠痠 不知道 因为那附近也都是农田 那那些农田 我們這個鋪肉裡頭的藤田 是不是是一個友善的小農的 這種有機農田 我相信他們可能也有很多的肥料 他們也有很多的肥料 它是有機肥啊 或者什麼都不知道 它這種這樣從那個 他們這個水 尤教授又說可以喝 那水從哪裡來 水啊 是啊 我就煩惱了 那我就很熱鬱 像我們這樣出去 所以就變成 我今天就說 然後他有提供泡泉水 三泉水 然後三泉水 他們是三泉嗎 他們是三泉水 他們是三泉水 所以有教授說可以 三泉水也應該是可以的 對 他是祖族 然後 後來昨天我們不是去那個 桑樹溪嗎 桑樹溪有一個真的是 那個廖教授就跟我們講說 那個 那個 那個大南溪是 屋左的時候 桑樹溪還是乾淨的 那我就看一看 真的他不會變左 他就說他那個水不保持 就好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台灣這種地方 一定是越來越少 對 所以我就很希望說 你們這個小農 友善的小農就越來越多 然後今天 廖老師 廖教授就拿了這個 有機的那個 那個什麼 火龍火光 所以大家來 親人來 立民閣店 這些小農 來 但是他們在出辦的台 就很幸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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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今天晚上就 呃 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然後我們接著我們歡迎這個 洪春景洪老師 跟我們分享 啊 他的 這個 這個 環島的這個 主題 好 我們這個隊長 就來歡迎洪老師 謝謝 那誰要幫你拍啊 你不用拍我 我覺得我主要是 你帶給大家看 你自己在 自己在眾人 沒有 我自己在找 不是自己在找 蛤 黃景 黃景 你自己在找 你從 沒有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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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教授 師母 各位老师 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叫洪春景 洪春景 洪春景 洪春景跟洪景出的都一樣 我以前的綽號叫做洪景出的嘛 師尊的同學都這樣叫我 那對我來講 其實和我一樣 洪春景是什麼意思 人家挑出來 洪景的精挑細小的 但 撐出來就是人家不要 那其實我選的路是走人家不要走的路 但是我一直都自本其樂的 就像我到台東來 我要回西部的時候你知道嗎 我都很順暢 大家都說到台東來很塞車 可是因為我的時間都跟人家相反 這個就是主流跟非主流 所以你未來你要選主流 所謂的主流 還是非主流 不一定主流就是好事 因為大家只在一起 就要全部死光了 那你走另外一條路呢 反而是另外一個天空 所以你叫我洪春景 還是洪春景 都一樣 你只是一個表象 不知道在叫我 就OK了 在某一個時空 我們是不需要用語言的 我們心靈都是相通的 那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 當然是因為張教授的關係 也是因為徐凱的關係 我才有機會站在這裡 那前幾天的台風 現在今天已經第11天了 那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也很多時候都在太馬里 在台東市在香港部落 香港部落其實是最 最慘的地方 那光這一天 我幫他們部落 還有各個台東的災區 做了大概將近10個紀錄報告 那其中有一個很短 我現在要給大家看 本來沒有在今天的這個裡面 那這裡面你有看到 17集的瞬間正風 到底有多強 我也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那一個 期限的資料 它那個東西 當它測到50幾公尺 每秒的時候就 哇 但是真正的 它有到 所謂的每秒65公尺 超過17集以上 就不算了 最高我們的定位就是 到那裡 那到底怎麼樣呢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在海濱公園之前 就拍到一個情況 就是海濱公園的步道旁邊 都有放了很多的大石頭 那個大石頭多大了 等一下我們看影片 我們直接看影片 那個風把那個大石頭 還有大理石 整個摧離它的原位 所以有的地方到 五六公尺 七八公尺 另外有一個造型藝術的東西 我們現在直接看 一個影像 我講了半天 在那裡想像 也許你想像了吧 但是我們看這個網紅就不可以 我這個上傳是只是偶然的 我們來看這個 欸 哇 那我的姓名 沒有姓名 我這個 這裡 這裡 我這裡有OS 這是我家的 半夜的時候 我的部門圍牆倒了 我這住關山圍牆都倒了 應該不是 那沒有這樣 那沒有這樣 這個你們如果有去過海濱公園 這個是一個很大型的造型藝術 你看 好 這個就是颱風前了 旁邊 那等一下會有人 臨時演員 路人想 你看那個就是本來在那邊 結果颱風過後呢 你看 我本來以為是怪手 故意把它放那裡 要讓人家不要去進去 你看喔 他有排列的 就是越靠近的是越大的 然後到路另外一邊就比較小 這個帥哥看到的時候 就想要試看看 這個是幾百公斤的 最起碼你撐應該五六百公斤都有了 對 那這個大理石呢 更重 一個人倒不可能 五四個人都不可能 這本來有是那個 哇 沒關係 他就是說那個本來就是在黑外邊的那個風吹過來 那這個太馬里相公主的秘書啊 他就說 立丁風有多強耶 他們家的這個四十尺的貨櫃本來在路的另外一邊 結果隔天起來是在路的另外一邊 而且把人家的房子都壓垮了 所以 富貴倒是比較常見 富貴因為他股命也許是中華 沒辦法齁 那 我們就只能看影像 然後就變成我用嘴巴來側 這個 這個是所謂的十七極風 我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強 但是在天秘排風的時候 藍允你看 那個超市 軟會超市 整個被打平了 當時也是這樣 當初的居民就說 那天啊 他們怎麼會要去打那個門 都沒辦法 他們就怕被 可能被吸走了 因為那個外面那個 那個風太大 真的是像這樣 所以 破了台東市的 115年的氣象資料 那 藍允其實是有建的風力 這個是 本來沒有給大家看 那 因為剛好 經過了 所以就讓大家來看 好 現在 我想要讓大家來看的是 沐霞虎的美麗哀愁 這個 應該是三年級的公民新聞社 那這個 他的歷程其實蠻長 就剛剛張老師有提到 在風災前 我就已經開了一些東西了 八八之寢 那八八之後 發生以後 其實我那時候就想 因為 政府很多地方都在做慶祝 慶祝什麼 復健成功 一年而已 復健什麼成功啊 很多地方都還非常的 到處是 還是 整個都是災難現場一樣 怎麼在慶祝什麼 復健怎麼樣 我當時就認為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東西 來提醒大家 不要忘了八八 所以我那時候有一個八八 全紀錄 就台東線 兩個小時 又四分鐘 所有台東的重災區 我全部都去做紀錄訪刊 那也很幸運的是 裡面有很多的災區 剛好在台風前 這八八線 我就已經開了 所以有災前災後的對照 所以那個部罐還蠻多的 那現在這個部罐沒有聲音 沒關係 現在就我們走吧 這個一開始 我是音樂 八部合音在什麼地方開始了 你知道嗎 日本的學者 也就是龍草 他是在坎底部落先發現 官山上面那個坎底部落 你看 這個就是當時爸爸之前 你看 你看他那是畢山汶泉 因為我對他有特別的感情 這個就是六口溫泉 那剛剛那個是第一道坡落 那一開始是給大家看一些 等於是美景 你看 這個霧露橋 在風災前置 那個樣子 我下面的積水是很漂亮的 我們那個八部合音的內樂 而且是邊當發 好 藍雀 你看 我當時也很幸運 我看到他蠻漂亮的藍雀 在霧露他的手旁邊 有字幕裡面 如果可以看的話 OA4等於是那個 他就在那邊陸 在那邊陸出 可是呢 爸爸的 那個小個剛出來 最後不見了 因為 爸爸水災 那個颱風 那個風災 完全的小孩就不見了 那其實受害的是整個 不是他 我現在倒回來 這一次的風災 沒有什麼重大的傷害 我說的這一次打風 但是 其實是這些兩類動物 屁股壽 所有的樹上面都不見 這個是 剛本來的力道場 後來變成只有那個舊的 你看 這個就是 瞧這個不見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 力道不落 很漂亮 你看看看 我在那邊 合身 不及在 也是在移民 因為我們是在 立大國小大夫 我們來台東等 第一個學校 第一次院 好 這個就是大觀山隧道 去過了一定紀律 非常的深刻 但是那個 整個被毀了 完全 這個就是在 那個之前的 齊波麗的大風灑 就是這個地方 那個下去的高度沙 估計可能上千通時 所以一直到今天 還是來做 你看這裡 那個就是後來的 剛變到 第一道場 回了以後 本來用流浪 用那個圓的 寒洞 一下子就被水沖走了 所以最後 這個就是一開始做就好 那這個當然撐不了多久 你們可以搭配這個字 你看那個水 一下子就整個垮了 那後來 那後來你看 剛變巧 又用 你只能搭在那裡 但是你沒有辦法 横跨到 整個完全安全的地方 所以兩邊 四上路 你看 所以你看起來 我真的變成災難 我後來好像都在拍災難店 好 這個就是我進去拍 然後出來 就衝不來 五分鐘 差一點我就是在下面 那個如果下面 把聲都壓回 那你剛好遇到的小朋友 他們要回去怎麼辦 要走步道 我們很多人 走那個步道 會哇哇叫 他們是家常的地方 就本來還有聲音的 大家在唱 唱那個 不能做的歌 他們邊走邊唱 他們真的很樂意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學習 我們太執著 某一些東西 但是原住民他這個就是 樂天 你看 烏魯溫泉下面的水 是那麼乾淨 你看到這個 然後 然後再一切換 還有 那時候下去拍 這個影像就沒有了 好像也沒有了 有這個影像 後來你看 整個塞滿到這個程度 這就是避山溫泉 下面是烏魯場下面 然後 那兩個山 你不要小看那兩個 那是最起碼 好像三四層樓高的 那有一個他媽媽在那裡 打了一個溫泉井 台風後 一個山不見 只剩下一個小的 也被打了亂七八糟 這個是風災井 風災井都有 綠色的 然後後來就整個都蓋了 那就是沙灘 整個上面從 大觀山 溺滴雅火那邊 這個是避道成大井 你們都會對那邊熟 你看 看他的死 他光是壞掉的東西 就三十幾萬了 冰箱裡面的東西 他以前生日天長好 是 哎呀他泡菜也壞了 那時候去找他 是七個月了 那 叫他 報告愛 愛哈 所以 那這個是一個 退休的國小老師 他花了一百多萬 重了很多人 結果八八糟 運不出去 全部在裡面 爛掉 所以你看 四五萬顆啊 那這個是 挺好飯店的 章子 他說那時候 寫戒經費 都很喜歡的 但是那個時候 發生了八八糟 本來都客滿了 就全部都退了 然後呢 沒有人 好長一陣子 沒有人到那個地方去住 那這個是 蔡媽媽 她在那邊 聽喔 請問賣小吃 你看喔 五萬塊 以前五十萬 那個陳大吉 過年可以做一百萬 還在做不到十萬 所以對他們影響其實 這是我家 因為我們愛個畫面 太空真正大的時候 就怎麼辦 你看這個是他們測村 歷道過去從來 不曾有過這樣 那個是 游喜來的第一次 那他要測到外面海中來 那個等於是 最起碼將近三十公里 二十幾公里 台灣測村測最遠的地方 就是 立道村測到外面海中 這個後來我先知道 這個是我們彰化的 而且跟我一起去關機 我當時還不知道 這個 端山分局的分局怎麼 他說 都下來了 結果我們警察 在那裡幫忙大家照顧 狗狗 還有你們為了羈押 所有人全部測村 不測不行 好 他們本來是 滿懷的希望說 欸魚庭 我們就要走步道回去 結果呢 不行 那個 整個的水退了要三天 結果後來他們怎麼回去呢 我們來看看他們怎麼回去 那個時候還可以走天龍橋 現在天龍橋被鑒定為為橋 所以後來的測村 他說 他才開放 不然平時都關起來 這個也實在是很無奈 唯橋啊 可是你沒有路了 那你知道走這個 那這些還可以走路的人 就走唯橋 那不能走路了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 這當時記者就說 這個是要冒著生命的危險 才敢搭了那個流浪會晃 那個流浪不是像你們去 去那個做人家做觀光 風景區那麼漂亮的那個人 這個是中古啦 這個是後來公務斷 因為他們回家有 做了這個主要其實是給他們運菜 所以他們說賣命回家 真的是在補運 後來就是在做新的地道橋 那是鋼箱橋 那我因為關注南蛹所以一直 南蛹有任何重大的災難 或者有重大的建設完成 我過去 你看到611我從來沒看過 南蛹的洗水這麼大 你知道嗎 那個真的實在是 南蛹平常就算有水以前是很乾淨的 氣流 但是你看611那是美女而已喔 但是東段是這樣 西段我也有拍啦 但是今天有時間也沒看 就你等一下一看 我把它記錄了這個牆 我在上面拍 你看那個畫面會晃為什麼 是因為橋弄得很厲害 所以我的相機就沒有辦法 而且山正在旁邊在崩 我在旁邊拍其實我心裡很害怕 橋不知道會不會垮掉嗎 我們當時其實崩不斷的人 估計這個仙橋他本來要落成 好幾次都沒落成 那一次611其實他們估計可能保不了 我其實當時也這樣熱門 所以他們拼命在水里 一直灌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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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粽一直丟啊 就是把那個 他的那個激裝布地 排跑最後的給沖走 好不然力道就完了 最後有減彩了 只是我最後的結論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那個字 115000公斑 他很輕的 他的造型還蠻特別的 還蠻長的喔 好 我們找了很多人來唱霸佛的歌 那未來可以過著快樂幸福的 美滿的日子嗎 我覺得那個結論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我說霸佛通山選擇的人潮會再不了 好 美麗的陸俠府能夠再度大放一場 你知道嗎 在全球氣候變先如此劇烈的今天 一個西南氣流都能造成這麼大的災難 對於南臨東道的美景 我實在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 事實上也是這樣 後來我還是持續在拍 當然那個部分就沒時間給你們看 後來一樣的 很多地方山崩 從原本不會崩的地方 他也整個垮 而且垮的是厲害的 就出乎人的想像之外 我們現在公路段段長 今年7月一號剛掉到大公司 那歐彌陀佛他已經解脫了 因為在那個觀山公路段 每天要面對南乙這個路的崩塌 大家的壓力 他是非常非常大 休也不是不休也不是 都有人公職 所以 你們有興趣的 你只要去查 霧霧霞湖的 美麗也要去查 在網路上 連Youtube都放上去 那你就可以看到聲音裡面的東西 比較不會像我這樣講 你叫我去吸引你 還有一口氣 等下你們有幫忙看時間嗎 如果時間要大的話 告訴我們 好 那再來我要看剛剛有提到的 跟廖老師是搭檔的 我們台東環保協會 我拍算是他是主角 為什麼他是主角呢 因為在民國應該是九十年九十年 有時候我站在 心無禮西的 因為把握去的一個演習 那個時候第一次拍下來一些畫面 就是劉九喜教授 他帶著阿里曼 那個生理工 那個博物館阿里曼 在心無禮西 在那裡做 這一個吸入教育 那時候就還有個 郭高生故隆的畫面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有音樂 不過我們現在 此時無聲聖無聲 這個就是 之前大任西之前 之前的畫面 然後這個是我提起開 這個是 台灣的高生故隆 最大的就是在大任西 在心無禮西這裡 那這個校長他就講 他認為 因為我當時去訪問他 我想這個校長 他認為高生故隆 不可能滅絕的 那這個是 當時來做一個 一個研討會 內部的 就等於是 管理西部理西 來你去 要訂定重新 訂定一個 一個 目標的 一個會議 找我去 所謂的做一些事 這是DV 我們再看看那個 你看 裡面那個全部都是 這個每一條 其實大的可以大多大 超過50公分 60公分都還可以 那是很肥的 台灣最大 這是阿里曼 他撒一次網 你看 這裡面又有 這是高生 然後 基本上是16公分 一次網 就他去撒一次網 我們看看 我把鬼殺33公分 這個變成精品畫面 還好 我告訴你 這倒是那個 那顆是雞排 對 那當然我們是做演習的 當時 看完以後 當然全部都放在那裡 回去 好 我們再來看 這隻八號學生 觀山的電光大牆 那個水況 當然是因為我拍的腳步的關係 但是事實上水也是很大 你看 旁邊這些人幹什麼 總是有不要命的人 而且還帶著小 你看 你看 這個就是根啊 又核四季排 他就等在那裡 滾水窩裡 就是這樣 他等在那裡 那因為他必須要 為了活命裡面 著度太高 他只要往外跳 自殺 那旁邊有人等在那裡 就抓走 在裡面會死 你跳出來一樣死 好 好 這個就在彈 風災後 你看 那個 仙霧裡西 那邊 全部都平嗎 他就在說 你沒有 什麼都沒有 完全平 那沒有 是因為深彈的不見 然後他的食場 那個那些 青苔啊 那些何場 全部都沒有 這個水 他五年的時間 全部走的 八方所在以後 大龍西的水 著了五年 這個他們本來是 很會開玩笑 他說什麼什麼什麼 翻桌 是翻桌 這個是 那個 那個 西武裡西的 護西的行星 你看 得到便 你看 他說 連一條理都沒有 那我就問他 不讓人家掉 他說是啊 不讓人家掉 因為 因為 給人家掉也沒有魚 給人家掉了 好 這個是 池上去的 霧水口 那個地方 有動態的遺體 你看 你看 這是 黃昆河站長 他就說 以前很大 很看 他的一心二群 非常多 這就是動態的遺體 這是他們的資料 我跟他要他們的資料 他有提供 中小學的 如果要去做 校外教學 甚至還補助你 車馬費 那你去看喔 他水域會有做這樣的 但是到現在 那個時候應該七八五個月 但是 很幸運的 我們那一天我去訪問他的時候 剛剛第一次在看到你 跟我同時第一次看到 我們看到那個 那有講那個水域到池上大橋 池上大橋是那麼高 那巴巴的水是到上面去 你就負面那個被子 我們要進池上 所以巴巴的水量真的是 實在是驚人 那這個是過完第二天 我跟我派他去拍 整個那個面子 欸如果平常這樣就可以行走 我就可以走 你看 欸 他跳上來了 這個不是他不壓好 所以我們兩個同時在上面看到 所以他下去 那個是誰啊 劉聖經塔 他說已經多久以後第一次看到 他是天天在那裡有用 後來不斷的都有一些災難 是不是 好 這個是另外一次的 跳過大以後水那麼大 他就留到吃飯 他帶著研究生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著他們進去 就想繼續的做紀錄 那當然研究生撒網技術 還不是很純熟 可是基本上也抓不到半條米 後來我們就到比較上面 就是其他的支流 但是其他支流呢 還是看不到高水庫 他只看到其他的 你看那個 在河面上 他看那麼大的飄的木啊 好 那我們後來到 其實這個就是 開始有可能有機會 因為他是水是乾淨的 你不要老實說 沒問題一樣 找不到 最後呢 我們是到他的總緣庫去 那這裡當然就沒有寫出來是哪裡 那個地方倒閉 因為如果有進去 那他高山腹也可能會遭殃 他只看到台灣石兵一人 但是他在那裡有看到小的 高山腹 但是很奇怪是 隔世吉爬竟然看不到 而2011年來一個 你看 蘇比哥太空那個 MN7的 中下游的水 就這麼大 這是滿水耶 就整個河面 中下游的部分 其實他的河面是滿寬寬的 那這石兵一樣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所以這種極端氣候 對我們人類 特別是台東 你說好山好水 我們破壞最小的地方 結果一樣 逃不了 這個是像掌援 帶你像掌援 他說我們沒辦法 要水乾淨才有辦法 我們又能怎麼辦 這個面被騙災的人 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他就說 這不是任意可以搞定 那個這個 藏長 我後來再去訪問他 今天過了幾年以後 再去訪問他 他告訴我們 還是一樣 這個就是大概應該是 兩年前三年前 而且曾經有短暫的水 有清澈 但是呢 還是沒看到 然後他跟 那馬下那邊的男子先基地 然後那邊當然是 小林村那個一整個崩 那當然更厲害 所以那邊的也其實 趙玉跟台東這邊是一樣的 所以趙明雄博士 就是他身上的 因為整個都被推進了 這個影響可能是 十年、百年 好 當時他這樣熱門 好 這是大隆基橋上面 你看他滿水位的時候 其實是 所以怎麼樣才有辦法 重新塑造出 適合於生存的空間 我們看看 八八前的那個四月 高深陸以才從保育的名單除名 因為他族群很穩定 數量各方面都很穩定 環境也沒有欺利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八八前你看 四個月後 就遭遇到這種鬼秘性的 是一種打擊 所以我才說 我們要期盼自行為萬物之靈的人 必須要正視全球契約金 這個問題 這個不是我們說說完 然後就過了就 沒事了 吃喝完就一樣 因為他們的處境 其實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很可能就是我們為了 所以我起的名字故意 起的比較手動 但是事實上也是這個樣子 他們的處境 可能就是我們為了 你看第一個就是 人對人的影響 第二個就是 對於這一個 生物多樣性 魚類所遭受到 你看這次台東的風災那麼大 所有的樹 主幹以外 如果他沒倒的 就只剩主幹 所以上面所有的鳥巢 如果他在浴竹 他在撲軟 全部都 全部都掃光了 那甚至連大的鳥 是不是他也會這樣 還能夠存活 這個都是問號 所以我說這一次 人沒有重大的傷我 感謝這些小動物 這些動物是使他替贏受到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把這些動物 也是讓他們 他們的處境 讓我們看 我們人類會不會覺醒 不然一個災難 是比一個災難更大 我現在想要讓大家看 那只能夠 這本來有OS的 我用另外一個 我用相片 天真平喘的顯示 在八八中年的時候 我做了兩個小時 四分鐘的記憶 第二年 我覺得也應該要做到 所以 我要做了這樣一個 好 我們直接看這個 這個是 九十九秒 有人跟他舉名做 九十九秒的顯示 哇 這個是沒自貌的嗎 我本來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把這個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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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他沒有 我記得我有帶 你之後 看一下嗎 九十九秒的顯示 這個 這個有自貌 坦東 這個我們熱愛的厚山靜天 如果不是莫拉克 我們還以為他會一直美麗動人 如果不是凡阿滴 我們會以為我們將永遠活在天堂裡 如今 好水變二水 現在好山崩壞 我們曾經覺得 在群球暖化幾乎跌下之下 破壞最少的地方 也難逃世界的動力 面對過他的大山 我們才知道 餐天古墓 也抓不住厚實的大地 面對凶猛跟惡水 我們曾經發現 人定勝天 是多麼的可笑的知 對大地討厭有關 那是我們僅有可傳世的資產 對生命貴點尊重 讓他們就像創世時一樣的自有自造 少一點商務 不要把外戶都裝進我們貪婪的肚子裡 生活簡單一點吧 不要把滿滿的慾望 裝滿聖結的心靈 讓誰走到想走的路 讓山長他想長得住 讓魚悠遊在大海山川 讓大地以湯的方式滋養萬物 愛多一點 血少一點 多重一顆素 少吃一些肉 你健康 大便母親有健康 這個是我在 二週年的時候 那個紀錄店 我在想我做了這樣以後 我總應該有一些東西 下次做結尾 所以後來我就坐在電腦前面 剛剛就有一些想法說 就打成了 有人說他是我九十九秒的祈禱人 那也提供給大家 也算是我的生活的一個參考 我生活指標的一個指標 那今天時間就到這裡 你如果有興趣 我所有的東西在公視的 那個紅樹豬炒熱的那個 公視的公民新聞 那裡面 應該先有一千多者 幾乎大半都是跟 台東和台灣的環境有關的 你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那今天就跟大家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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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請我講一下 來請私人 他真的是身體力型 如果我們社會上多一些這樣的人 我相信我們環境會更快地恢復 然後我們陡續地地球才會增值很多事 那今天我們還有一個鐘頭的時間 由南洋地車公司 南洋地車公司是我一個很浪漫的台大的同事 他模擬系 他是資訊系 那他每一次自我介紹的時候都是 我被張教授 被張國王教授回台灣 因為他當時是在美國NASA 一個非常專業的專家在那邊 有一年 搶到我華盛師傅的時候 他剛好到波士頓去看朋友 那個時候我也在波士頓做研究 所以他就跑到我家裡去外開外幹 那我就告訴他,師傅 你平常死不死 и жить 你去台灣怎樣 結果他真的就回台灣去了 他現在也退休 他積極地想把臺灣的地熱 有系統地去調查出開發 他人現在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 在美國 回來了 剛回來 他前幾天還在 我離開台北的時候 他還在美國 所以他就請他的一個助理 許小姐 許比小姐 來跟大家介紹遺症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鼓勵 各位前輩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不好意思 讓我先存上檔案 因為其實我昨天剛從日本回來 就是在微公司的東西剛好去一趟日本 所以跟你們的那個教科書裡面 可能我就想說趁回來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只有一點點不太一樣新的東西 給大家看看這樣子 我示範到這邊會比較快對不對 如果我有很多準備 那剛剛其實聽到前輩在講 我們的恩 剛剛其實聽到前輩在講那個 巴巴水災 跟我們講環境電線 那我剛剛找過老師也在介紹我們的老師 我不好意思 我把那個老師的簡介找到我要準備一下 我的老師靖高 高山的高 然後叫成功的成 火炎的炎 高成炎教授 那高成炎教授呢 他常常跟我們說 他本來是有核的 他之所以反核 就是被張博文老師的兒子 在三歲的時候跟他辯論 11歲的時候跟他辯論 所以之後就從此走上反核的不歸路 反核了25年 然後呢 太陽門 蜂蜜花店啊 什麼都做過 到最後他覺得 真正要實現 非核家園之後 地熱可以做為基仔 所以他退休之後 就全心全力來做地熱 當然他也在做地熱之前呢 他其實也開了一個生殖門的公司 對 那所以呢 聽說我現在任職的這間公司 這是我老闆開的第五間 但他前面倒掉了四間 所以如果說 那個高老師被拐回來那個台灣 那我們就是被他拐進去公司 那我的老闆叫成炎 是火山 所以他很適合做地熱 然後常常就有人說 我叫冰 那這樣子不是就滅掉了嗎 然後我就說 沒有 這樣剛好有溫差可以發電了 對 好 所以 那今天很不好聽說 我們是人還在台灣 呃 台北 所以這樣不方便 好 那其實 地熱是什麼 我們地熱想要做綠能嘛 其實綠能就能夠 減少一點氣候變遷的東西 好 我不能坐下來以後 我還是 放手不讓我放 好 我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對地熱 大家的第一印象會是什麼呢 大家對地熱有沒有想像是什麼東西 溫泉 通常 對 大家就會說 泡溫泉對不對 我也是覺得 我很想要一邊工作 一邊泡溫泉 所以就進來工作 這是我的想像 就是應該要 你看這個用蒸氣來蒸那個食物啊 然後這個是 這個東西的設計者 這是我這一次去日本 呃 拜訪的一間公司 就是在別府 別府是在阿蘇火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的 日本阿蘇火山 它的旁邊 所以它非常的熱 通常他們打涼 打大概一千公司裡面 就會有五百多度 他們的蒸氣非常的高 然後呢 這間公司的這個設計者 他跟高爾斯通膩的 對 然後他叫阿伯 阿伯桑 所以我們都叫他兒子桑 那這個是他設計的 這個 他是用蒸氣 然後你把腳放在這裡面 然後坐著就可以蒸腳 就很舒服這樣 好 然後後面就是 台灣常常看到我們 就是泡熱水 泡腳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要放這張照片呢 是因為其實在台灣 我們很少利用地熱的蒸氣 其實我們台灣的地質 跟日本非常的相近 對 但是日本的地熱溫泉 發展的這麼的蓬勃 台灣 我們還有帶改進 對 好 這是好玩的部分 我覺得 還有我們對地熱的想像還有多少 這個是用地熱的 這是地熱的發電基礎 發完電之後呢 他還有蒸氣 還有熱水 他的蒸氣做什麼 他蒸氣通到這裡 這是溫室 他拿來種溫室喔 他裡面種的蘭花 給你看一下 然後再來第二個看 這是他發電基礎 他還是要冷卻的 所以他的管線在哪裡 在下面 因為熱度不上 所以他在下面 然後另外有冷卻水 他的蒸氣 除了來保護這個溫室的溫度以外 這個雖然看起來很醜醜的 這是外面的溫室 這裡也是他們廢熱的蒸氣出來的地方 他拿來做什麼 他拿來滅菌 把那個農業用的土拿來這裡滅菌 所以他們利用了非常的徹底 滅完菌之後 他就可以回去種人的植物 他種的怎麼樣呢 這是他裡面 種出來的蘭花 在這個地方是會下雪的 對 可是他一年逝禮 他都可以有夏天的植物可以用 然後你看這是種熱帶源 這邊 我特別照這張照片 是 這就是發電基礎 地熱的發電基礎 就這麼大 就站在旁邊 比我還要小一隻這樣 他可以發3k瓦一點 就是一小時 每小時他 就是每一小時他有三度電 好 那這個是最早的原型機 現在再稍微大一點點 讓他一倍 我們可以做到一個小時發60度電 就比他大一點點 所以對地熱 我們一直在想像電廠 每次我在告訴別人說 我現在在蓋電廠 大家就 嗚 到底你要蓋多大 我說我的地就比這間教室再多一倍 然後我要蓋多少 我要蓋101MW的電廠 101MW就是 自己算1k瓦就是一小時一度電 但MW就再乘1000 所以我101度 101萬度電廠每小時 那到底有多安全 大家都想到電廠很紅 所以這是 這是地熱的機組 這是民房 這是我在日本拍 這是我們現在公司要用的 我公司協助設計的機器 就在這邊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民房 所以就在旁邊 非常的安全 而且他 因為他有這個地熱發電機組 所以他們家的電是不用錢的 不用錢之外 他還可以賣電 賣電之外 他家的熱水都是溫泉 然後用完溫泉之後 因為其實 我剛剛有提到我教兵 為什麼要特別提 不是要打自己的廣告 做熱藥 其實真正發電的是溫差 所以一定要有冷卻的部分 當他把本來的平常溫的水 當他冷卻下來之後 他又變成溫泉 可以繼續拿來當熱水溫泉使用 所以他其實呢 他的那個 recycle 的回收的效率非常的高 而且造價並不貴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人就在旁邊 size 其實非常的小 然後很安靜 其實是可以做到很安靜的 不用那麼擔心 所以地熱的想像 沒有那麼的沒有那麼的遠 好 那這邊讓我們稍微的廣告一下下 這是我們公司做的機器 這是當初我們的跟 其實是這個就是我的 我們的老闆的這一位先生 高強領教授 那時候呢老師非常的厲害 是他去參加了一個 台製的綠能合作研討會 他就聽到了這位林正基先生的設計 然後他覺得 嗯好像很不錯 所以他就飛到日本去找他 不認識的人 他第一次見到外面 隔幾天就飛到日本去找他 問他說 可不可以幫我設計一台 一百貼瓦的機器 然後他就飛去了日本四次 對方被他拗了一年之後 決定送一張兔給他 用送的 因為想說你不要再來煩我了 對那送完之後呢 他隔了一年我們隔了九個月 我們就打電話跟他說 我們做出來 他嚇了一跳 他說怎麼可能 所以他就衝來台灣看 他在今年的4月26號 他來台灣看我們這一台機器 他非常的驚訝 他是他畫圖畫了一年半 我們九個月把它做出來 然後那天他就說 他現在對台灣的那個製造能力 非常的驚豔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這 我上禮拜的人都在日本 就是他們在跟我們商談說 他們希望可以 台灣來使用他們 製造這些地熱機組 幫他們加持這些機組 那剛剛說到的是淺塵地熱 那就是我對地熱的那個想像 我一直要泡溫泉 就想要泡溫泉 好那可是呢 台灣淺塵地熱呢 其實只有 以現在的不算那個 台大地質系教授 說不算老生和不算 大概只有一滴高 不到一個核電廠 就一個核就一一機組 一個核一機組的電壓 所以呢台灣如果地熱 要能夠成本機角 我們要取代掉核電 其實我們需要更多的熱能 那什麼叫更多的熱能呢 其實挖到地心都有熱 這是我老闆最常說的意思 對 挖到地心都有熱 所以往下挖 來挖得比較深一點點 那我們的熱能有多少呢 我們的台大教授我估算過 四公里以內 四公里以內的熱能 整個台灣就有 一百六十幾克瓦 跟一幾克瓦差了一百六十倍 那淺塵地熱的意思是 兩公里以內 四公里 當他多一倍的時候 四公里我們就有 一百六十幾克瓦的可能 我們只要開發十分之一就好了 我們就有十六幾克瓦 一個核電廠 核四廠最大的核電廠 是2.7地高啊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自己台湾能够做生存地热 好那这个是台湾地热的地热梯度跟资源 其实台湾是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地方 是全世界的地热平均梯度 所谓的地热梯度就是 每往下100公尺温度会上升多少度 这是推算的 全世界的平均地热梯度是2度 台湾的平均地热梯度是4度 它高于全世界两倍 而且其实 你知道我这个好明明 台湾的这些地方 你们猜测台湾现在有多少的温泉 我应该留意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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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老师很有概念 有没有上千个温泉 所以每一个温泉加一台机器 你们就可以发电了 千万风机 我们来个千万地热 那这边我觉得 需要讲吗? 还是我就先跳过 觉得大家有点累 这是 为什么当初我的老师希望想要来做 就是 他觉得我们核电厂都要没了 然后他一天到晚都被人家 他一天到我打核 人家就问他说 那你给我电 所以他就来做地热电厂 所以他觉得我们应该要取代灰厂 那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用天然气了 这我晚一定会再说 好 那我刚说的很兴奋 就是我们台湾地热很有潜力啊 很棒 那台湾地热现在开发到什么程度了? 老实说 这些都只是开发案 从来都没有实现 台湾现在开发的度数 低热发电的度数是0 我们有上千座温泉 然后我们有好多个开发案 可是目前为止 我们低热发电的燃量是0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案子非常的熟悟惊心 这是我们台湾过去的低热发电 其实台湾在民国 不要用民国好了 台湾在1981年 也就是30 30年前了 那个时候全世界只有14个国家 大家在做低热的时候 台湾就开始做了 台湾是领先全世界了 那个时候呢 台湾盖了这个清水第二电厂 结果呢 他们说 第一年发电好像有将近1.5MW 最后呢 只剩下一百多 K1 怎么这么惨 所以他们就说 台湾地热不可行 我们做不下去 放弃 那同年 我们台湾的同一批人 一样是台湾的中国使用 去日本 在日本的沉川地热电厂 帮忙 帮忙专警 一样的设计 连警生都一样 日本的沉川地热到现在都在发电 每一年八五十几MW 一模一样的技术 为什么? 我们是绕了一圈到日本 再回来台湾才发现这个事情 这是台湾做我们的清水地热电厂 是这样 我们把地下的热水挖上来 经过机组发电 这是地热机组 其实所有的发电几乎 除了水力发电和太阳的以外 其他的工 其他的发电方式都是煮热水 那只是我们用地热煮热水 热水上来之后蒸汽 发完电之后 他就把水流出去 流出去 就流掉了 可是人家沉川地热 同一批人去帮忙挖的 一样台湾中国石油去挖的 这边把水冲上来之后 他们再挖了一口 已经把水放回去 只是这一个动作 就这样人家运转了三十五年 我们台湾的运转了七年 就挂零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高兴尼教授 看到这个之后 他就非常惊讶 想说 因为台湾的清水地热失败 不是真的失败 是人为的 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后来去仔细研究 其实很多人都说 下面会结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大家有去洗过那个 宜兰的温泉 郊西温泉 然后我记得 那个温泉旁边 是都会白白的东西 那个是碳栓钙的结构 对他在低温的时候 或者是压力降低的时候 他就会形成硬的东西 那只要用 那只能用刷袋把它洗掉 或者是用物理的方式把它除掉 那他们就会说 因为他们把这个水出来 所以下面的压力突然减低很多 所以下面的管线 全部都塞住 他们觉得这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台湾不可以做理由 可是人家沉穿 他们的水质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也会结构 但是他们抽的时候速度防慢 他们抽的方式比较慢 但是而且他们再灌回去 灌回去之后呢 因为地下的水的水量有在保持 所以不结构 他们就没有像台湾这样塞住 所以其实total 从楼到尾就是台湾的 只是不想要回去 对 真正失败原因就在这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方式的时候 就想说 那台湾其实很容易做啊 对不对 再多打一口子 把它还回去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猜一下 那台湾有没有能力做这件事 其实我们也很常都觉得 听别人说 好像别的国家都 外国都比较厉害 国外的月亮比较远 其实台湾很多技术 很多能力非常的强 像我们中油公司 我刚刚说过 当初为什么日本 他们自己移民 日本有机器 就没有人 为什么要请台湾 中国石油公司去挖 因为只有台湾 中国石油有能力 挖五公里以上的机能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待会会看 巴丁元 巴丁元电厂 到现在为止 是全是 现在 全日本做的 最好最好的 地月发电厂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有机会去日本 到别府 我也会推荐大家 可以去逛一下 他们有英文的影片解说 那 解说员会一点点英文 所以还可以问一下问题 对 好 其实台湾的 中油石油公司 非常的强 只是当初我们就决定挖石油 然后一直都没有挖到 到目前为止 中国石油 在台湾挖到的石油井数 是没有 但是他们在日本 其实挖了非常多非常多的 很好的地月井 到19 到10年前 日本都还在请做的石油 替他们挖地月井 都还在做这件事 所以台湾是有这个能力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生成专辑 其实生成专辑的技术 我跳舞比较快一点点 好 我们生成专辑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想一下 刚刚我们的是浅层地润 刚刚我们是浅层地润 我们可以钻两口井 一口井水把它灌下去 另外一口井收出来 一口井换回去 好 这是浅的 可是当专辑的时候 它的经费 越深的时候越越贵 它不是说一公里 一千万两公里两千万 它不是这样 它是一公里一千万 两公里可能就四千万 它是急速在跳 三公里可能就帮八千万到一亿 就是这样急速在跳 所以如果能够想打一口井 它的价格就会差异很大 那这个经济效益成本是很需要在设 设计任何变场的时候 我们都要考量的 所以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老师就会想说 我要怎么样能够做到 不去伤害到地上 因为如果你今天挖得很深 你今天挖了五公里 你没有机会保证 你灌回去的水 可以回到五公里 那个压力非常的大 没有办法灌回去 那我怎么样不去伤害到下面的地上 或者是伤害到地上 所以我的老师就想到了 他其实看到 他读了很多书 他去看到了美国有一个专利 这个美国人呢 叫做伯赫丹 他其实是奔兰人 但这是美国的专利 他想到了一个方式 他本来是专石油的 他想到了一个方式 他想说如果我都不要靠地热 我的水都不要碰到地 我要靠地热 让我的水都不要碰到地成 他用一个封闭的管子 我用下面一个图 可能比较清楚 这是他的设计 他用这根管子下来之后 分散像八爪章鱼一样 把这边附近的地都取热 好 然后呢 他每一根管子的内部 是长这样子的 他从里面注水下去 或者从外面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的设计 是从外面注水下去 他是不是就在外面 可以取到外面的地热 然后接下来从中间 用比较高的速度 把它送上来 中间的管子是隔热的 所以这样热水 就可以上到上面来 同时取到旁边的地热基度 可是不会碰到旁边的岩石 不会碰到旁边的岩石 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因为其实我们越往深下去的时候 地底下面其实有很多重金水 所以挖太深的时候 像下面其实很多人在看温泉 他怎么看 他看这个地下水里面有没有深 就一个石头 一个深情的深 那深其实是会中毒的 对 然后或者是高温的膜 那这东西对水质都不好 所以我们想说 不要把这么有毒的东西 从地底下带上来 所以我们就让他 水保持在管子里面 这是第一个好处 我们不会去影响到地场 第二个 如果今天我让我的水 在地底下跑来跑去 他在流动的时候 会不会挖死在这里面的东西 那长久下来 我地层下面 是不是努力滑动 所以其实会造成轻微的地震 那我们想要避开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碰到那个地层 好第三个 今天我们管子 是不是我进去水 跟出来水的管子 都在我的空之内 同学应该有学过基础的那个物理学 我们那个连通管原理 对不对 我住进去的压力 跟出来的压力 所以当我去决定 我住进去的水压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决定了我 有多少的热水会上来 所以我现在唯一要克服的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这个取热的面积 能不能取到足够的热 它就变成是一个工程学 跟材料学的问题 跟地质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那这有什么好处 就是我不受到地底的限制 像刚刚我们在讲的那些地方 是不是要我们有温泉水 你们有温泉 有人在洗温泉的地方 我才能取地热 但是现在在这里 老实说 如果你钱够多 从你家楼下挖下去就可以了 往下挖之 看你多深挖到够热 这是打破地质的限制 所以这是现在 在目前为止 没有商转的电厂 可是这个概念在美国的 这个是在夏威夷州的火山湖 那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景 在这里 也有在做水在运转 但是它没有在做商转 它只是供应很少的电量 那这个是个光光区 所以它其实非常的安全 它下面其实是蛮靠近岩浆的 所以它的管子 好像也有到五公里左右 好 那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是什么 是避开这种方式 这个是在美国研究了四十 四十三年的一个 深层地热的处热方式 那2006年还有20 应该在2010年有在出一本 那个MIT有在出一本新的 关于它的报告 那他们当初的想法就是 其实跟我刚刚一开始看 沉穿地热跟清水一样 它就是有冷水在里面 然后呢 通过下面本来很热的岩石 再把热水取上来 那像我刚刚说的 它为了要增加这个岩石的取热 水的取热面积 它会在这里做一个叫水裂 它会在这里把岩石裂开 然后把水关下去 然后再把热取上来 那可是呢 这出现了两个问题 他们现在也都承认 第一个一定会有地震 像我刚刚说的会滑动 第二个它取上来的水 其实的确也有含比较高量的金属 第三个 这个水的烈性 人类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它没有办法控制得很清楚 所以呢 很多时候是灌了一公升的水进去 回来不到三十四星 所以它水大量的流失 耗费非常多的水 所以取热效能很差 所以现在其实他们也有说 他们要改良的方式 就是改成两个水瓶颈 然后在这里再继续做碎裂 可是地震这件事 到目前我们只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我们公司很希望 可以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来把这样的生成的地热把它取上来 对 不好意思让我 放下下 好 那 我们就不要讲太多了 就是刚刚其实我也都说过了 我就不要去批评 那个其他的 那这个是在中游 中国时游他们在说 他们有没有能力将这个金 他们有 他们说你看 他们曾经专过这么多的金数 而且都还是有成功的金数 对 然后 这是日本九州 他们中国时游去帮忙专的 他们钻了什么 三千公尺 到现在为止 这是日本九州最深的 最深的那个纪录 没有人超过 没有人超过中国时游 到现在为止 日本还没有钻超过中国时游的程度 对 好 所以呢 我们的非常有热情的高老师 他希望做到的是 他现在 合适 因为刚刚像我们说的这样子 一根管子 我们计算过了 有一根管子 如果我们五公里 下面的温度到三百五十度的时候 一根管子 他可以取热至至少有十MW 那如果地层下面是有水的 他可以取热到二十六MW 一根管子 一根管子的管径有多少呢 外管是三十 二十五公分宽 内管是十公分宽 他这样子可以拿二十六MW 对 这个张力全老师有算过 对 他手里来帮我们算一下 好 那再来 所以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 这个表是什么 旁边我只要有热源 而且我们刚刚在 我应该要让你看一下 刚刚我们在做的时候是 我们不但是打直的 而且我们打斜的出去 所以呢 我这个地 迪热源 因为你只要知道这个放射状 如果我只要转角十八度 他往外就会有挖五公里之后 他往外的延伸至少就三到五 三公里 至少就三公里 所以 我们可以往外延伸到很深的 或很外围的 沿浆库 我们就不需要直接打在 一定有地热的边 我们只要在他旁边就好 不一定要在他的正上放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因这个讲比较快 我们的合一合二合四 这是高老师的希望 目前只是理想 现在我们正在努力中 我们的合一场 合二场跟合四场 很痛巧的都在断层的旁边 有断层的地方就有热 而且其实这个图没有画出来 龟山倒是一个岩浆库 然后我们的 其实合一合二合四 外面都有海底火山 都非常的热 这边有南方澳 然后这边有 我背不太齿来 应该有一个 一个是 合一合二是 对大臀火山 跟激龙雨 所以这几个地方 我们可以往外取热 所以我的管子 只要往外挖 我们就可以取到热 那我们的电厂呢 就算废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用 对就不用去 去再花很多钱去盖 我们的电厂 而且 根据它的面积 我们计算过 比较理想化的状态 我们至少可以有三百 美达瓦在合适 这个空间 因为它旁边有龟山倒 较热 当然这是比较远的 比较远的规划 好那 我们老板出了 刚老师呢 除了 做生存地热的规划之外 他也在想 如果今天地取下来的 地下的热比较不那么热 他想要取上来 再把它加热 我们加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 生殖能的锅乳来做 好那生殖能呢 同学 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讲生殖能的部分 他可以用藻类来做 而且他除了 可以做生殖能 就直接烧以外 他还可以再有 酒精跟氢气来使用 这是他的一个 概念的想法 好那生殖能 我简单介绍一下 生殖能 大家有概念是什么 对不起 现在都已经八点了 都快九点了 对所以大家 应该有点累了 不好意思 大家上来练课了 什么叫生殖能 所有 诶 有人可以打我吗 没有 我应该打都写在上面 只要是有机物的东西 你们都可以拿来烧 所以其实 有一些国家把垃圾 也定义为生殖能 有一些国家 对那台湾目前 暂时没有把它归类进来 比较没有 大家台湾现在比较归类进来 就是这一批 对 城市垃圾比较在争议的点上 好 那网易而言是 我们 这些都可以发电 就是有含有生殖 就是坦坦的 这些有机的物质 都可以发电 那全世界呢 实际上主要都采 主要是做生殖酒精 比较多 那台湾有没有做过油 台湾国家型计划有做 可是台湾国家型计划 focus在做生殖才油 生殖才油很简单 如果今天你只是把废油 废弃的油 然后只要做一个酸化或热化处理 它就可以变成生殖才油 这是为什么当初台湾 很大量的进口 那个废油 结果后来发现 我们大量进口废油 但做出来生殖才油很少 为什么 因为后来都拿来喂人类 我们跟车子抢油来吃 所以 现在就禁止进口 那禁止进口其实也很麻烦 因为禁止进口之后 本来呢 很有心很有能力 在做生殖才油的厂商 他就没有料源 他后来跟我们抗议 他那个叫 在台北叫成德 那公司非常的厉害 他做生殖才油 他帮谁做 他帮麦当劳做 我同学最喜欢吃麦当劳 麦当劳就是一堆油炸的 麦当劳的油 他把他直接 他每一年 麦当劳在台湾跑有三辆车 全部是用生殖才油 而且他生殖才油的比例是100% 全部他车子三年内 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好那台湾为什么当初 生殖才油推不出来 我在这边小小的爆料一下 其实是中油的储存槽 太脏了 他里面有细菌沉淀 所以这个细菌沉淀之后呢 他就 因为是生殖才油 他长细菌 所以当他灌到车子里面 车子的那个引擎 就发 就会出故障 那但是麦当劳 这个是刘成德这个公司 他是100%的生殖才油 那个当初中油混合的 还是20%的生殖才油而已 那100%的生殖才油 他车子跑了三年 通常都没有说过 他以前一直都很好 而且他的价钱 跟台湾现在的柴油的价钱 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的成本 他如果资料继续够好 他的油 他愿意就是这样收进来 他的其实资料成本不高 他售价可以跟现在的柴油 价格是一样的 并不会造成说 我今天生殖才油 就比较贵这件事情 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事情 大家都对不到 好 那 其实就不理 好 没关系 然后所以生殖才油的部分 其实用实用的 是OK的 只是现在 很多厂商面移库 因为这从我们的 那个 顶心风波之后 大概就没有油 可以用的 之前的小蜜蜂 好 那现在呢 再来 那我们用生殖才油呢 现在的研究方向呢 比较用藻类 我待会介绍一下 那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方向呢 是做生殖酒精 那生殖酒精呢 其实 也有好几代的研发 那生殖电力 这个 其实比较难 通常都是用早期发电 但是 现在 现在状况就是 台湾目前已经终止了所有生殖能力研究 现在没有了 那我们 其实有研究过就是 方向其实 智锡方向有一点问题 就是 生殖才油就没有料源 都被 都被吃掉了 那生殖酒精呢 酒精是好做的 可是 我们没有产业的规划 你今天东西做出来 没有人用 你没有办法卖 人家 那个业界不愿意投入 你东西都推不起来 这是其实台湾蛮大的 当初为什么的 发展的问题 好 那而且为什么呢 因为生殖能发电 你垃圾发电 你收购电价还要低 谁愿意做 我愿意烧垃圾 我愿意烧垃圾 我都不要拿来做生殖的 那所以现在 有人在喊挑战 这是叫好事 好 那 那我们当初我也想过说 改进的方式 这是高老师在2010年的想法 那目前为止也还可惜 就是混合烧煤跟炒 甚至于烧澡类 好 那生殖能 其实在研究的方向 第一代生殖能 在美国非常的红 就是用玉米跟大豆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过产 结果过产了 他们就 他们就那个时候就做了 把他全部拿来做酒精 非常容易 因为这个东西含糖分很高 电粉蓝量很高 所以那时候很得意 好多工厂在做 那个时候有一个人 叫做李远泽 他就说 接下来就会出现粮食危机 跟能源危机之后 接下来就会出现粮食危机 那我个人觉得 他的确看到这个问题 那时候很多人就说 你怎么可以让车子 来跟人吃起来食物呢 的确后来气候已变现 大家的食物不够 所以 接下来他们第二代 开始 他们做什么 他们用草 第二代生只能用非粮食作物 用残渣 譬如说道杆 这一类 可是还是会出现一个问题 钓源不足 因为其实我们要烧的量 非常大 所以钓源不足 而且第二个在生物的研究上面 纤维素是比较难分解的 所以那个时候 有很多少数进去之后 那个少数的能够分解的时间 是有限的 他的寿命是有限的 可是酵素的制造是很贵的 那其实他研究是有 有一点问题 因为细菌他也会吃糖 所以 也会吃酒精 所以当你把细菌放 你把细菌放进去的话呢 就不会有你 要的酒精的东西出来 所以只能把它存化 剩下酵素进去 可是存化酵素这件事 是非常昂贵的行为 所以成本上一直都不分 所以后来第三类 开始就有人讲说 那第三类的时候 他就是用藻类来练 对 后来有人说 那我用生物的方式太贵了 所以就有人用化学的方式 那这个其实不是 台湾线维酒精公司的技术 他是跟美国买的技术 那这个地方我先不讲 他的发电方式呢 就是他把生殖的 我这边直接讲 他把生殖这些原本的东西呢 做燃烧热裂解跟气化 然后最后变成了 概念就是最后变成了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跟水 和氢气 这是整个的裂解的流程 就是第一个 当你的湿料 就算没有很湿 不要很湿的东西进来 他可以干燥变成水跟干的物质 然后同一个 这些事情是在同一个tank里面做成的 然后接下来他会同时热裂解 产生气跟焦炭 继续往下燃烧 然后产生二氧化碳加水 二氧化碳加水继续闷烧 他就会还原成一氧化碳跟氢气 这就是我们 那一氧化碳跟氢气之后 我们还可以再结合 变成酒精跟氢气来使用 这边我就 那剩下来的这个一氧化碳跟氢气 就可以直接拿来烧 当成工业用的混合器 或者是单独把它重组出来 变成氢气贩卖 或者是一氧化碳加氢气 这样子 那把它们做成混合态的话 他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热化学工法 就是将这个合成器用贵重金属 变成酒精或柴油 或者是用生物的工法 就是用细菌去把这两个东西 拿去喂细菌 细菌就帮你生产成酒精 还有其他代谢产物 那这是后来 台湾引进来的这个技术 就是用生物的工法 那生物的工法 这边我就不讲 生物的工法 所以当初这个 台湾先为酒精公司 当初其实有成立 然后就是进来 把所有的生料放在这里焖烧 焖烧完之后 它就过滤 把那个空气中的一些残障 或干净的东西把它滤掉 之后它的气 这个蒸汽就可以先发电 这边过蒸汽 蒸汽发电机先发电 然后呢 剩下来的这些辉料 再加水 跟一起去混 焖烧 焖烧完之后 它其实就可以产生 焖烧完 然后再加上细菌之后呢 它就可以产生酒精 跟气 天然气 还有氢气 那再来呢 这边 它就是 因为它需要把酒精 另外沉淀出来 所以这边 死掉的细菌 它滤掉 另外这个时候 就分离出来 把一些灰料 还有其他的杂质滤药 剩下99% 跌五的酒精出来 然后还有氢气 这是当初台湾做的 这很简单喔 你只要把草丢进去 然后加水啸 然后再加细菌去吃 它就可以做得到 那生产的效能有30% 就是转换效率 这转换效率有30% 那这里面最难的部分就是细菌的两群 所以那个时候 2001年的时候还没有匯服 但现在 在California 已经有示范厂 已经有做到了 那台湾现在如果能够 已经这个技术的话 就差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料源 我们料不到 它要烧多少呢 我这边就不想 这个其实就是整个的流程 它要烧多少呢 它一年要好几顿 那当初这个 当初纤维酒精公司 它其实是跟我们修台糖公司 签订所有台糖修根的那些干燥地 全部拿来种木草 它就可以做 而且同时可以让一些 本来农村人家已经不再种了 它就可以种草来收就好 那种草还有什么好处呢 我觉得我们去谈谈 它那时候选择 是台湾狼尾草能源草一号 那这个是它的 它的生长率很高 然后它产率很高 而且呢 它的含碳率很高 所以它的生产效果是最好的 这是台湾的 台湾的育的种 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是想要这样做 然后就可以在台湾建成 那后来呢 因为台湾的用地没有 后来他们决定不这么做了 就把它地卖掉 所以后来就量不够 所以现在这家公司 目前是暂停的状态 也就是高杉仁教授 其中一间比较失败的公司 目前没有成功的公司 对 好 那这个 其实那个时候是要六万公顷的地 那 它的目标是要产生 16.7公里的酒精 那 这是当初在想的时候 哪些料源可以进口 可是其实进口还是贵 进口还是贵 好 那接下来第三代 这个是在纤维酒精工之后才出来 第三代就是用棗类当原料 为什么 因为台湾其实有淡水有海水 而且其实棗类的生长速度非常的快 那其实它的Biomax 生殖量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还是可以处理 然后只是它的 它也不会增地也不会增量 像木草还是会增地的 还是要地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立体养殖 这是我们未来一个想法 所以刚刚老师的想法就是 我们其实用棗类养殖 而且是立体养殖 现在这个技术其实非常的成熟 就立体养殖之后 棗类本身你的选种类的话 它自己本身就可以产生生殖殖才用 这个一个叫油棗的 然后酒精的话 其实你分解它的糖 很快就可以产生酒精 然后呢 那再把这些丢入生殖的锅乳 直接烧像刚刚那样子烧 它也可以产生酒精跟氢气 还有混合气 然后如果这个产生的烧的过程 产生的烧也可以来加热地热的这个水 然后让我们的地热的发电可以更高温 那就可以产生更多的电力 那就可以 目前包先生教授的规划就是二十滴嘎瓦 它希望在台湾可以成功 所以这个部分的就是 我们公司现在其实也在立者工业区 也设计也是也设计 也设计买了一块租用了一块地 那我们的地非常非常的小 就长这样 这一块 这是环保鼠 环保局 依赖环保局 然后我们这个地 只有 四千九百平方公尺 但是要在這一塊地 星星分就有個設計 可以買一百零一百零一百零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有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希望能夠降低一些城鄉差距 在這個地方我們能夠有一些 除了能夠發電之外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裡 也能夠測試這樣子一個 內外管盡這種單管的技術 因為這個技術在目前的世界上 它還沒有一個雙本的電廠 所以如果台灣能夠成立的話 我們希望其實對外技術 台灣不要只是等著別人做好 然後東西賣給我們 我們希望台灣也能夠有一個自己的想法 然後能夠賣給國外 那這件事情其實 不要對自己那麼沒有信心 因為我們的機器 雖然是日本人一開始跟我們討論設計的 這我們一起共同設計 但是現在就是我們剛從日本一趟回來 他們已經決定說他們希望要實際排這樣的機器 因為他們覺得台灣的製造能力 比他們日本的速度和價格都高 好很多 所以他們就非常希望能夠做這樣的機器到國外 日本人其實很欽佩我們這台機器 所以並不是台灣人就會輸給國外 那這台機器是我們在清水試驗的現場的樣子 這台這個是兩公尺高 是為了把溫的蒸氣排出去 那其實如果真正在溫泉場的時候 這個蒸氣就可以最愛做 一開始在那邊蒸腳啊 或者是蒸便當對不對 還可以拿來遮住蛋 那用蒸氣煮食物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它比較不會有重金屬的污染 那我們甚至於你可以拿來做農業的利用很好 然後這是我們測試 其實我們很辛苦的測試了很多次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機器的大小 大概比這個桌子還要小 比這個桌子還要小 它只有65公分長而已 那比這個桌子還要小 它現在可以發展電力有60K網 然後只需要15噸的熱水 那比現在市面上常見的一些機器 都要來的效能來的好 那這個是我比較推薦大家可以去的 巴丁園地熱電廠 如果有機會去日本的話 這個巴丁園地熱電廠的生產井 就是它的這個升井 也是台灣中國使用中的 到目前為止只有他們的紀錄是最高的 然後呢 他們到現在都還在發電 他們的發電紀錄 現在是全日本發電量最高的地熱電廠 他們一年 他們的發電量是 一百 兩個無數 一百一十MW 然後他們的成本其實 老師還有去上場 他們的成本其實你這樣算完之後 大概就是一MW一億 比核電廠便宜其實 比核電廠便宜 所以不要去想說 地熱就會很貴 他只是前期專精比較貴了 那 這些是比較機械性的東西 我可能就比較不講 那我就先報告到這邊 大家還有沒有問這個問題 謝謝 真的非常難得 高教授他對而不休 所以 台灣的地熱現在也是零 我希望台灣的地熱從零變成PLUS 第一個工程就是高教授的團隊 那須必交解 我相信也 餘有榮焉 好 我們再用熱烈的掌聲 為今天的三位演講 晚上的三位演講者 給他們謝謝 明天我們到屏東去觀摩 我們要看第一 有機 有機農場 還有太陽 然後 7點 7點 7點50 7點50在我們的 宿宿的地方 門口有車子 一起大家簽完 好 今天我們的課程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好 有機辣員